先閒在募資網站上號召玩家募資的洛克人之父到傳情二 現在呢即將喊聽宁甲工作室合作推出以忍者外傳為TITO的重開期新作 亞一巴忍者外傳Z 看看它的美式漫畫的畫面風格 是不是跟以前的忍者外傳很不一樣呢 趕快來看看遊戲報導吧 挺進甲老子號招牌忍者外傳又要推出新作囉 這次可不是什麼加強版還是什麼阿里布大版 可惜由鼎鼎大名的洛克人之父到傳情二和人外合作 重開季推出的全新作品 亞敗忍者外傳Z 本作中的主角並不是系列作中大家熟悉的主角龍准 而是由名叫亞敗的忍者獨挑大梁 遊戲採用美式漫畫的風格呈現 自一三展公開以來一直引起玩家們的好奇 更神秘的是本次也特別融入了機械與殭屍的題材 主人翁亞敗本身就是半身機械化的忍者 而預告中也展示亞敗對上風融而來的殭屍群 正是到傳近二所追求的另類殭屍遊戲唷 就因為是殭屍遊戲 遊戲中敵方受到斬擊時噴出的血量 也就變得相當可觀 喜歡暴力血腥的玩家們 到時候一定要來試試看全新的 亞敗忍者外傳Z囉